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开幕机关的负责人一生 我当初想要做这个开幕机关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四年的经验 所以我想要把这一次搬上这个全国人的大舞台来试试看 这一次的机关跟以往我在家做的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的会比较大 应该说是六倍大 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摆在地上 我不是放在桌子上 我是差不多在三月的时候就开始设计这个机关 然后到四月尾的时候设计好 然后期间的话我在家里面做一些小测试 还有比较小的那种模型 来确保它是真的是可以执行的 到了五月的时候呢 我就是比较专注在建筑整个机关的部分 我就拿着我的材料到爆管那边去开始制作我的1.0 五月也算是一个比较忙的一个月份 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一个星期六星期日 我都会跑去爆管那边制作我的机关 然后甚至在公共假期有时候也会过去 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已经完成了我的1.0 1.0算是个比较失败的成品 因为它摇摇腰醉 然后又不太可靠 然后就在最后一个星期里面 薛哥和我就一起做出了一个2.0 然后在那个2.0里面 我们是有改了很多的东西 就比如说它的排位 还有它的整个构造 我们都有重新的改造一番 所以如图所见它多了很多support 所以才可以变得更稳固 在没有support的时候呢 它是风吹都会倒的那种程度 在开幕的前一晚 我和薛哥都没有睡觉 一直在做着那一个机关 一直在反复的测试和重设 然后再来改良 然后再来测试 为了就是让整个机关变得100%成功 这次的开幕我们创下了很多记录 比如说时尚最贵的开幕道具 150块钱 以上 以上 ++ 所以这次我要谢谢龙玄学哥 如果没有哈的话 就没有你们现在看到的开幕机关 在整个设计与制作的过程 花了两三个月 然后就这样子 在开幕的时候跑了30秒 然后拆掉的时候只花了15分钟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值得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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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